我是帅啊 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边啊 刚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边看到有很多人啊 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在这边种花呢 看看啊 然后呢 现在咱们去看看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朋友啊 他们种花跟咱们其他地方的种花有什么区别啊 去看看去啊 看啊 这个人把这花花花车然后推过来 哎 然后呢 这边有人在洒水 哎 然后他把这个花端下来 哎 然后给这个人哎 这么挡 然后放下来 然后这个人挡 把花从花盆里面拔出来 哎 然后 直接就种下去了吗 这是 咱们走过去看看啊 我还挺好奇的 说实话 我还头一回 见就是说 天安门广场这边的花是怎么种的啊 咱们来看看啊 哎 短哎 直接就就就这么摆下了吗 这是 你看 哎 好香啊 好香啊 这边的花 你看好像他们都是这么摆的啊 好像都是在这草上这边摆的 看看啊 这边看看这边 哎 拔不出来吗 这根味 哎 拔出来了 然后短 放下 就这么简单吗 这种花啊 这花还有锄透 哎 短 放下 哇 哦 这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花就这么种的啊 你看看那边有好多种花的 那这边是花的货架子啊 他们就是从从这个上面拿的花 哦 他还包一下 你看 他先把那个拔出来 然后用那个锄透吧 然后包一下 包个坑 哎 包个坑 看看 哎 包个坑 哎 然后短啊 然后一放 哦 就这么种花的 哦 然后刚才再浇个水 哎 就好了 再浇点水 哎 就这么短短短 哎 两下 看啊 这上面有土啊 所以他就直接包一下 你看 看 就是 就就就跟这个人一样啊 就包一下 然后短 放下去 啊 就这么简单 种花挺简单的 哎 包土 哎 然后从花盆里边 把花拿出来 挡 别放 就这么简单 不知道北京天安门 观察种花跟 就是说 其他地方呢 种花有什么区别吗